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三体》 《三体》是一部长篇科幻小说 它和《三体黑暗森林》 以及《三体死神永生》 一起构筑了《三体》系列 讲述了人类和宇宙其他文明接触后 发生的一系列辉煌、悲壮 堪称宏伟的故事 我将用三期节目为你讲述 《三体》系列的三本小说 《三体》的作者是刘慈欣 人称大刘 他的本职工作是山西娘子关火力发电站的工程师 不过呢,这位工程师同时还是一个科幻作家 他白天做工程师,晚上写科幻小说 就这样写了十几年 尽管刘慈欣此前已经发表过很多的作品 但是无论从体量上还是深度上 这些作品都无法和三体相提并论 三体当中的任何一个点 任何一个故事都可以作为一般科幻小说的核心内容 这就像是练少林七十二绝技 刘慈欣之前写作顶多会用一两个绝技 但是他写三体的时候 居然同时用了七十二门绝技 后继勃发 三体这部小说有多成功呢 2015年 三体获得美国科幻奇幻协会星云奖等五个奖项提名 同年八月份 斩获号称科幻诺贝尔奖的余果奖 要知道 在科幻领域很少有非英文作品获得余果奖 西方世界对三体表达了无数赞许 纽约客说刘慈欣的小说是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 美国航天局NASA的顾问则表示 三体站在了科幻小说的顶峰 在国内三体也一度成为社会热点 中国人第一次有了一本以母语写作的世界顶级科幻小说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延峰评价说 刘慈欣单枪匹马凭一己之力 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互联网企业的大佬们 比如马化腾 李彦宏 雷军等等 也都对这本书推崇备制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三体系列的第一本小说 讲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到底什么是三体呢 小说主要通过关键人物 叶文杰和汪淼的故事展开 刘慈欣在原书中 把叶文杰的故事和汪淼的故事交叉叙述 两条线索同时进行 最终合为一体 为了让整个故事线索更清晰 这里我将分别来讲两个人的故事 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叶文杰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 主人公叶文杰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他刚刚经历了巨大的不幸 身为物理权威的父亲遭到了迫害 他亲眼目睹了母亲控诉父亲所谓的罪行 眼睁睁的看着父亲被他的学生们虐打致死 从那之后 叶文杰远走大兴安岭 成为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伐木工 在生产兵团 他因为阅读寂静的春天这样的禁书 遭到朋友告密 险些丧命 危急时刻 他在天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救了他一命 他被军方的红岸基地接收 人生也因此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 神秘的红岸基地 在大兴安岭深处的一座山峰上 基地拥有一个巨大的蝴蝶形状的天线 红岸基地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随着叶文杰逐渐深入到核心工作当中 他发现 原来神秘莫测的红岸基地 真正的任务是探索外星文明 而那个巨大的天线 正是向宇宙发射电波的仪器 然而 当时人类的技术水平还很落后 仪器所能发射的最大功率的电波 在宏大的宇宙尺度上 也依然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蚊子叫声 被听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要在茫茫宇宙中发出呼喊 至少需要恒星级的能量 也就是太阳级的能量 一次偶然的机会叶文杰发现 太阳有放大高频电波信号的功能 这样一来 太阳就可以变成人类向宇宙喊话的喇叭 用太阳本身的能量 乘亿倍的放大地球发出的电波 于是 他冒着像伟大的红太阳 发射电波这样的政治风险 做出了试验发射 电波通过太阳被瞬间放大 向宇宙的四面八方传播出去 叶文杰创造了历史 他完成了人类文明向太空的第一次呼叫 这之后他继续留在红岸基地 度过了平淡的八年 毕竟电波信号以光速发布 最近的文明可能远在几十光年之外 那么收到的回信可能也要等到几十年以后了 但是没有想到八年后的一天 正在值班的他突然收到了极强的回复信号 翻译成了汉字是极其简洁的四个字的重复警告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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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发射和接收相隔的时间 一来一去 叶文杰推算出 信号只可能来源于 离我们最近的恒星 四光年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 那是离太阳最近的恒星系 没有想到人类苦苦寻找的另一个文明竟然尽在支持 面对警告 叶文杰是否应该回应呢 不要回复 这四个字显然是一种危险的警告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生存或毁灭的问题 更是关系到全部人类文明生存毁灭的问题 出乎意料的叶文杰选择了立刻回复 不少读者看到这里都是非常的震惊和气氛 他一个人代替全人类做出了可能毁灭地球的决定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需要我们返回历史去寻找答案 它涉及到文明的善恶问题 在坚持人道主义与世界大同的理想者的眼中 人类的整体文明从来都是善的 至少是向着善的方向发展的 但是呢 同样也有人认为 文明发展到今天早已由善转恶 这种恶 人类无法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 文明在向着毁灭的深渊前进 在叶文杰看来 从大的方面来说 人类不停地在摧毁自然与其他物种 世界进入冷战格局当中 核战争在全球投射下死亡的阴影 从小的方面来说呢 人性的丑恶使妻子背叛丈夫 学生杀死老师 这些都是它对人类文明非常失望 因此呢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它会期望一个更高级的文明降落到地球来 帮助人类重建一个更好的文明 来自外星的回信 对于它而言不是危险的警告 而是一针强心剂 于是它回复了下面的这样一段话 到这里来吧 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 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到这里 以叶文杰为主线的故事 就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会发现 三体开始于现实中 现实就像江水源头 对未来这条大河产生着绵绵不绝的影响 这也是刘慈欣的一个写作特点 开头讲历史 讲现实 不科幻 但循序渐进的 他的想象就会加入到故事当中 让整个科幻故事 在现实可信的基础上 塑造奇迹 好 时间来到21世纪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书的另一个主人公 汪淼的故事 汪淼本身是一个研究纳米材料的普通科学家 却在某一天 忽然被拉入到了一个级别非常高的 全球性的军方会议中 在会议当中 汪淼见到了全球各国的军官们 他们一致认为 目前全世界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这让汪淼困惑不已 与此同时 科学界也不断的发生着 让人心惊的惨剧 许多顶尖的物理学家离奇自杀 成为了军方关注的焦点 因为科学界频繁的自杀事件 汪淼终于答应了与军方合作 和一个叫史强的警察一起 去查那些科学家的死因 这个时候在他的身上 也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汪淼是一个摄影爱好者 他发现自己拍摄的所有照片上 突然全部出现了倒计时的数字 倒计时从1200小时开始 然后是1000小时 900小时 无论他怎么拍 用什么相机 倒计时始终出现在他的照片上 这股神秘的力量 让汪淼感到十分的恐慌 他不知道这个倒计时代表着什么 也不知道当倒计时结束时 会发生什么 甚至在他工作的时候 用天文设备观察星空 也能看到 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上 倒计时以微波背景辐射的方式 在浩渺的星空中闪烁 喜马讲书栏目之前 讲过的《时间简史》这本书 里边曾经提到 微波背景辐射 是弥漫在宇宙所有方向的 低频电磁波 是宇宙大爆炸的产物 自宇宙诞生之起 就一直存在 这一近乎于神迹的警告 让汪淼感到了绝望 他隐约觉得 自己能够理解那些物理学家们 为什么自杀了 也许他们也遇到了类似的 这样科学难以解释的恐怖事件 毕生所追求的科学真理 轰然倒塌了 关键时刻 之前把汪淼带到军方会议的警察 史强告诉他 邪会到家必有鬼 史强担心汪淼也会像别的科学家那样自杀 于是建议汪淼玩一款 最近非常火的VR游戏 三体游戏 种种迹象都在暗示 那个游戏与科学界最近出现的怪事存在着关联 于是 汪淼开始了他的三体游戏经历 在进入三体游戏之前 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三体游戏世界的一个基本设定 这个游戏世界中有三个太阳 不同的太阳运动规律 如下 有恒纪元和乱纪元之分 所谓恒纪元就是太阳有规律的日出日落 因为有恒定的温度 所以这个世界可以处在一个稳定的温暖状态下 而乱纪元则完全是一场灾难 气候变化十分极端 甚至整个地球都会被太阳毁灭 什么意思呢 举个乱纪元的例子 比如三颗太阳中 有时候会忽然有一颗向地球运动 距离特别近 这个时候地球表面的温度就会骤然升高 高温炙烤之下 人类无法存活 文明就会灭亡 再比如三颗太阳同时远离地球 地球表面就会十分寒冷 全球被冰层覆盖 人类无法存活 文明又灭亡了 更极端的情况还有 三颗太阳排成了一排 同时靠近地球 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 地球甚至会在高温当中蒸发毁灭 更别提人类了 早就灭亡了 总之在三体游戏当中 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十分恶劣 随时都有可能接受乱纪元的极度严寒 或者是高温炙烤 使文明一次又一次的毁灭 更为可怕的是 人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是恒纪元 什么时候是乱纪元 这在三体游戏当中是毫无规律可循的 想要保存文明 就必须成功预测乱纪元 何时到来 汪淼在游戏当中遇到了很多 试图预演三颗太阳运行规律的人 比如中国古代的周文王 莫子 再比如西方文明当中的关键人物 伽利略 计算机制副 冯诺伊曼 爱因斯坦等等 他们都是古今中外充满智慧的人物 前赴后继的尝试着对太阳运行规律 做出自己的预测 比如说周文王试图用阴阳六十四卦去预言恒纪元 莫子则提出了一个自己的宇宙模型 那是一个人可以走进去的巨大的铜球 这个铜球就是在模拟宇宙 在铜球上有很多大小不一的圆形孔洞 光从外面照进来 孔洞于是呈现出圆形的光亮 莫子认为 这些孔洞就是我们所见的星星和太阳 而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 则试图利用秦始皇的三千万大军 模拟计算机的二进制 他让秦军每人一手拿白旗 一手拿黑旗 白色代表零 黑色代表一 组成了一个三十六平方公里的计算机主板 试图计算出游戏当中太阳的运算规律 但是这些不同的预测方式都以失败告终 每一次汪淼都目睹这些文明葬送在极度严寒或高温制考中 而随着游戏的进行 汪淼发现 这个游戏当中太阳的运动规律之所以无法被准确预测 是有原因的 因为游戏当中的宇宙设定 正是物理学领域经典的三体运动的问题 什么是三体运动呢 简单的来说就是 三个质量初始位置以及初始速度都是任意的天体 在相互间万有引力的作用之下不断运动 这种运动情况十分复杂 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找到三体运动的规律 可以说三体运动是无解的 而在这个游戏世界当中呢 地球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无解的宇宙 游戏的世界当中有三个太阳 它们在相互作用下 做着不规则的三体运动 当汪淼最后一次进入游戏的时候 他看到爱因斯坦坐在墙杆下 神情失落而绝望 原来三体游戏中的人们已经知道 想要预测恒纪元和乱纪元的规律是不可能的 文明注定不断被毁灭 这大概是世界上再绝望不过的事情了 在游戏结束之后 汪淼受邀参加了游戏玩家的线下聚会 不出所料 他发现三体游戏是一个组织刻意创造出来的 这个组织的目的正是为了找出那些 对人类文明感到失望的人 因为他们相信会沉迷在三体游戏当中的人 都是能够接受一个文明的毁灭和心生的人 是他们志同道合的同志 汪淼刻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通过了组织者的拷问加入了这个组织 之后在参加这个组织的全球大会时 他竟然看到了叶文杰 原来叶文杰就是这个组织的领袖 而三体游戏也不仅仅是个游戏 还记得叶文杰的故事当中 那个回复了地球信号的阿尔法星系的外星人吗 三体游戏所模拟的 正是阿尔法三星的那个文明的真实状况 故事发展到这里 叶文杰和汪淼两条线索终于合二为一了 原来文革结束之后 叶文杰走出了红岸基地 重新回到了清华大学任教 在一个资金实力充足的朋友的帮助下 他建立了三体组织 并且策划了三体游戏 三体组织还在地球与三体文明之间建立了通信 三体组织里的人都是和叶文杰一样 对人类文明感到极度失望的人 他们相信人类不会再有什么更好的未来了 按照目前这样子发展下去 最终建立在压迫和毁坏之上的人类文明 会反过来吞噬自己 于是呢 这些志同道合的人达成了一个共识 既然已经再无法为人类文明尽力 那就要从现在开始 去为注定降临地球的三体文明尽绵薄之力 在甲板上 叶文杰则被奉为地球三体组织的 最高统帅 人们高喊着 消灭人类暴政 地球属于三体 此时此刻 在遥远的宇宙当中 距离地球四光年的阿尔法三星上 也在发生着重要的改变 正如我们之前所讲过的 三体游戏当中的世界 真实的三体文明 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残酷而恶劣的生存环境 宇宙对它们太过残忍 而它们只能够跟宇宙赌一把 三体文明已经具备了宇宙航行的能力 而叶文杰发射的信号让它们发现了地球 找到了一个生命繁衍的天堂 于是它们终于不顾一切 要抓住地球这最后的救命稻草 殖民地球 它们要用四百年的时间飞向地球 地球上呢 刚好就有三体组织接应它们 地球三体组织自建成以来就一直和外星的三体世界保持联系 泄露人类文明的资料 接受对方的指令 了解三体与地球之间的联络信息 对于接下来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十分关键 而这些信息就储存在三体组织的一个硬盘中 于是 拿到三体文明与人类联系的信息内容 攻克将人类视作仇敌的三体组织 就成为了地球军方联合组织眼下的首要任务 军方知道地球三体组织最近的一次聚会是在轮船上 但是它们却不敢贸然发动进攻 它们担心一旦打草惊蛇 对方会立即销毁硬盘损坏所有的联络信息 正当人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老练的使强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那就是使用飞刃来对付地球三体组织 所谓飞刃就是汪淼他们研发的高强度纳米细丝 他们已经知道三体组织聚会的那艘轮船 必定会经过巴拿马运河 到时候用飞刃拉出一道网 像竖琴或是古证的琴弦那样 由无数根飞刃组成网 从头到尾把轮船切割成一片片薄片 这样一来呢 对方不仅无法发掘 而且毫无还手之力 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被切割死亡 而储存数据的硬盘却是安全的 因为飞刃的切口绝对光滑平整 即便是切到了硬盘 也可以通过修复获得大部分数据 在纳米材料面前 巨轮被像蛋糕一样切开了 所有的船员都被肢解而死 地球三体组织就此覆灭 汪淼他们拿到了保存完好的 关于三体文明的资料 但是两个文明的差异震惊了所有人 根据资料显示 三体人没有恐惧 悲伤 幸福 美好 爱 这样的情感 这些对于一个随时徘徊在死亡边缘的文明而言 太过奢侈和多余 冷静和麻木 是三体文明在几百上千轮的生死更替当中 留下的最重要的精神 三体文明不存在文学和艺术 整个社会处于一个高度组织管理的状态 好像是一块钢铁 强硬又冷血 接着人们看到了两个世界之间的技术差异 原来三体文明和地球文明的发展方式 有着一个重大不同 三体技术是匀速发展的 也就是说 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 再到信息社会 对于三体世界而言 需要耗费同样的时间 不像是我们地球呢 是加速发展的 从三体世界出发的飞船 需要四百年的时间 才能够到达地球 那个时候 很可能人类的技术水平已经碾压了三体 那么三体舰队迎来的就不是征服 而是毁灭了 为此 三体人倾其全力打造了一个项目 目的便是摧毁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信念 他们用超越人类文明的技术 向地球发射了两颗质子 质就是智慧的质 这两颗质子是一种微观智能粒子 尽管小到人类的肉眼根本观察不到 但是呢 他们却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完全颠覆了地球上的威力构成 不仅能够监督地球还会影响人类所有物理实验的结果 以此来使人类科学家对物理对科技的基础信仰轰然倒塌 三体人想用这种手段把人类科技向更高级发展的渠道彻底锁死 也正因为如此 汪淼的眼中才会展现宇宙倒计时这样的神迹 那些绝望的科学家自杀的谜团也揭开了 于是人们知道了 外星三体人已经在无时无刻的盯着人类 在汪淼和史强拿到的信息当中 三体人用五个字表达了对人类的不屑和轻蔑 那五个字是 你们是虫子 这是让人绝望的五个字 对于掌握了神异及科技的三体人 人类或许真如虫子一样不堪一击 但这就是人类注定的宿命了吗 虫子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吗 小说的尾声又是警察史强给了人类希望 他带着汪淼来到华北平原上 那里正是蝗虫成灾的时候 几千年里人类用尽各种方法试图消灭蝗虫 但是在这场漫长的战争当中 虫子恰恰是弱小的虫子从来没有被灭绝 距离三体舰队还有四百年到达地球 或许人类还有一线希望 到这里三体系列的第一个故事就讲完了 三体人和地球人 两个临近的宇宙文明向对方轻轻地打了一身招呼 却铸成了一场大祸 距离三体文明到达地球还有四百年 但是人类世界已然面目全非 这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 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三体文明究竟有没有殖民地球 地球人又将如何应对这一危机 我将在后面两期节目 《黑暗森林》和《死神永生》当中 为你继续讲述 好 三体地球往事就为你讲解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